L.S.E.P. 334 Stellable Pine 星体狐狸 Sumbo等级Euclid 特殊受容措施 L.S.E.P. 334被保存于一个经标准隔二处理的受容间 房间周围不由磁场产生起 以保证在距房间六面墙内侧至少15公分处存在互相重叠的磁场 每个产生器都需有备用设备和备用电源 包括足以驱动产生器满功率运作至少30分钟的紧急用电池 房间和隔热涂层需每周进行维护 如需要进行大量修理 可将受容对象转移到第二受容间 每天向房间内投放三只活老鼠 单位防止受容对象摸清规律并借以逃脱 投放需在随机时间点进行 由于ICP-334有猎食和挖洞的特性 受容间的地板需以隔二涂层或其他熔点高余 设施度的物质加固 并保证在加固层下有比其他表面强约1.5倍的磁场 受容对象猎食的动作是像普通狐狸一样的强力下扑 已证实该动作会穿入地面 到目前为止已导致其受容失效 描述 ICP-334是一个形状十分接近赤湖 其红狐狸的超高温电浆 它的躯体近似于蒸汽或火焰产生的波 透过其气态纤维状结构之间的间隔 可以看到对象后面的物体 丝状物发出的荧光在光谱上位于红色和橙色之间 而它的眼睛则位于蓝色光谱上 对象的重量可测但轻到可以忽略 且并未显示出中心体 ICP-334显然认为它是一只正常赤狐 并表现出一些普通狐狸的行为 包括捕食和实验334-03中做出的 尚未确定究竟其是一个被附加上狐狸特性的实体 还是一只被转化成现阶段状态的狐狸 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 事实上 由于对象是由超高温电浆组成 在不使用磁场的前提下 不可能有效地对对象进行收容 而由于对象周深平均7公分处散发的热量和能量效应 会迅速企划物理障碍物 即便使用磁场 对对象的收容仍十分困难 尽管其表面温度超过 热湿度 其热能会很快消散 再聚其表面10公分处温度降距 热湿度 比热力学定律标明的速度要快很多 有证据证明 ICP-334能够控制它的热量输出 对象可以瞬间加速到 约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 并保持10秒左右 这种突然加速会减少对象的重量 让他感到疲累 并使他需要休息并充足 对象通过将物质转化成电浆 并吸收的方式进食食物 一般情况下 对象能将空气转化成电力气体 以获得少量的能量 但这个行为不足以满足他的需求 所以必须要为其额外喂食 尽管他不受引力影响 移动的时候也不会接触地面 但他似乎愿意顺着地上 可攻行走的区域移动 且稍微观测到对象飞行 现阶段算不清楚该行为 是出于自己选择 或仅仅是不知道自己可以飞 由于其物理构造 ICP-334常发射于等级 使太阳闪验同能级的电磁辐射 干扰 宫室内未受保护的电磁设备 使录影监视设备和电磁监控设备出现问题 辐射强度未超过ICP工作人员的允兽范围 首次收容 ICP-334发现于距 公里处 距离一个估测流星撞击点 公里的地方 对象起源与流星撞击的关系正在调查中 在紧急服务部门对森林进行常规检查时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收拾痕迹 足迹和 这些痕迹不是当时已知的任何事物引起的 却与 一致 基金会意识到对象的存在 于是派遣了一整队基金会的战斗小队 试图收容疑似 的对象 却发现其实是危险性小得多的 ICP-334 利用磁化的瓶子和两只活老鼠 小队以上可接受的人员伤亡代价 收容的对象 附录 ICP-334有逃跑的天赋 自首次收容起 它已经成功逃走至少 4 导致 区 美元的建筑结构损伤和 人死亡 多数死亡是由前述的结构损亏导致的 ICP-334很警惕人类 会尽可能避免与人类接触 但却很喜欢藏在办公室 营房或住宿区等等 人流量小 而且有很多狭草空间的地方 尽管它多次逃脱 ICP-334竟没有表现出离开收容设施的倾向 也没有无用无故发起进攻 所以并未被视为直接威胁 然而它造成的建筑结构损伤 4 险些致识SCP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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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逃脱 重新捕获对象的行动拥有优先权 部分实验记录 与预期相同的实验结果已被移除 但可申请获得阅读 实验预置 实验项目 挑选了各种小动物 从老鼠到中等大小的兔子 作为猎物 实验结果 对象偷偷接近小动物 潜行的时间呈现不同 很明显对象在等待图示的时间 每只猎物都被升华成电浆 并被SCP-334通过嘴部 以吃东西的动作吸收 实验预置 实验项目 依据普通的雄性红狐 实验结果 雄狐显得十分不安 不断大声吠叫和发出融融的低声咆哮 SCP-334对其并不感兴趣 由于双方行为一直没有变化 实验在 分钟或终止 实验预置 334-02 预期 2010年 实验项目 依据普通的雌性红狐 实验结果 与334F-01完全相同 实验预置 334F-03 预期 2010年 实验项目 一只雌性发行中的红狐 实验结果 SCP-334看起来像是在稀奇 而雌狐的反应 与前面两次实验相同 之后 研究员笔记 我希望再也不会看到这种事发生 实验预置 334-01 预期 2010年 实验项目 SCP-334 被注 在这个实验中 SCP-34的收容区域内 被充满了与其构成相同的电力气体 实验结果 一开始 SCP-334表现出好奇 随后 当电力气体的压强增加时 开始表现出不安 在5分钟后 对象开始发出亮光 并 收容被恢复 而SCP-334显得筋疲力竭 实验预置 334-02 预期 2010年 实验项目 SCP-334 被注 这个实验中 对SCP-334使用磁力道 试图切除其的一部分 实验结果 被注 除非在拥有重型防护 和远端控制设备的场所进行操作 禁止一切有关强势卫石 和检切SCP-334相关的实验 实验 334-01 预期 2010 实验项目 D13847-334 三只放在标准笼子里的活老鼠 备注 在二来SCP-34一天之后 举派第一击人员进入收容区域 并喂食SCP-334 实验结果 SCP-34立即跳上笼子 把笼子 笼子中的老鼠 以及D13847-34的手臂 和部分躯干烧成灰烬 D13847-334当场死亡 而SCP-334完全无视了D线人员的尸体 专心地转化老鼠和龙子 研究人笔记 嗯 他肯定是把自己看成一头狐狸了 而且对于只要靠得太近就可以杀人的事 他似乎没有注意到 或在乎过 实验预知 3341-01-334一支 2010 实验项目 SCP-334 备注 这些实验是为了确定SCP-334是否对环境有需求 以及有什么样的需求 实验结果 将收容区域密闭 并将其中的空气抽空 对象的行为没有明显变化 持续将收容区域 加热到500摄氏度 对象的行为没有明显变化 继续将收容区域冷却至-100摄氏度 同样 对象的行为没有明显变化 继续缓慢地向收容区域内打气 并尝试各种组合 直到最大压力为三个打气压 对象表现得更加有活力 与被喂食后的行为相同 并直到第二天前并没有要求补充喂食 研究员笔记 它可以在真空或者进行表面的宣存 并且在高压查不需要食物 这份资料和其他资料说明了 以上就是SCP-334 SCP-334是一团有狐狸外形的电疆 行为模式跟一般的狐狸相同 但能发出超高温将接触到的物体气化 并以此进食 这支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自从来的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拜拜